中国奥运跳水冠军全红蝉 全红蝉在单人10米和双人10米项目中独占额头 在个人项目中也获得了450.15的高分 比第二名张佳琪高出了20多分 之前大家担心蝉宝生理发益期会影响到她的比赛成绩 现在看来可以打消蝉宝粉丝的顾虑了 最近一位疫情的波动网上出现了一股健身风 全红蝉也赶忙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训练视频 和自己的粉丝们分享 视频中全红蝉的第一个动作是用脚筋支出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是一个咬鸣身攻 这两个动作都显示出了红姐的平衡性 这是一个跳水选手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第三步就是举起杠铃 这是一种很难完成的动作 第四招更是不可思议 全红蝉把自己挂在横端上 做了一个很高的咬窝起坐 手里还拿着一个杠铃 其实这两招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很困难 但是全红蝉做到了 这说明他的核心实力很强大 长宝宝射约的身躯 隐藏着巨大的能量 他用自己的勤奋和超过常人的刻苦努力 后来了大家对全红蝉的尊重 不仅如此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结尚 全红蝉又一次获得了全国最高荣誉 他在一次迎来自己辉煌的时刻 全红蝉被授予了全国五四青年奖章 人民日报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一篇文章 为全红蝉认赞 这个荣誉是民族的荣耀 也是中国年轻年的最高荣誉 全红蝉 十五岁 去年荣获中国五一来更奖章 今年 他在一次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时刻 蝉宝出身平函 但他从小就下定决心 要用自己的优秀来赢得所有人的亲 蝉宝包也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他是我们国家年轻运动中的佼佼者 目前胖水队安排了五冠跳水王陈若林 来担任全红蝉的主管教练 有陈主导的加持 相信今年的燕运会和市井赛 全红蝉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